洞見這個作品是使用水彩當作沒彩 寫實中帶了點漫畫的元素 讓它看起來別有日本風味 這張圖一開始的發想是來自日本繪師邱遲映的作品 邱遲映的作品顏色鮮豔而不單調 從中還可以看見濃濃的日本色彩 這就是這位繪師吸引我的地方 我的作品是在描述儘管生命是美、是醜 內在、靈魂都是一樣的 只要是生命、會呼吸、會思考 那麼世界上的萬物皆為平等 畫中有一個畫框 它要表達的是靈魂就如畫作一般 需要再上課畫才能使生命變得更加美好 生命也是一樣 在不斷挫折中成長使得靈魂各加強大 其實在創作的過程中常會有想放棄的念頭 不過就是因為那時的堅持才能有這幅作品的出現 雖然途中很辛苦 但也從中成長了不少 而是靈魂都會有這幅作品的出現